一男的要强奸一个女生 然后呢就拿到胁迫她 事后呢男的就转身穿裤子嘛 女的就很生气啊 气得不行就拿起地上的刀就把男生给捅伤了 最后的结果呢 这个女生居然被判 故意伤害罪反而成的罪人 那还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例子啊 就是罗翔老师讲过一个粪坑案 也是一个男的胁迫一个女生要强奸她嘛 然后呢就脱衣服 脱衣服的过程中眼睛不是被挡住了吗 女生呢就是捧了一下把那个男的就踢到边上的粪坑里面了 男生呢就拼命地往上爬 女生呢就拼命地把她往下踢 最后呢这个男的就活活淹死在这个粪坑里面 但是结果呢 女孩一点事没有 因为她属于震荡防卫 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在遇到侵害的时候 到底怎么样做才叫震荡防卫 那我最近在读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啊 就是罗翔老师这本法治的细节 我们知道她是非常幽默 诙谐的人相信你们很多人都看过她的视频和一些娱乐啊 她里面呢就讲到了震荡防卫 以及建议勇为的这个尺度 就是很多人啊 尤其是女生真的可以去读一下 就是如果以后你或者是你的朋友受到侵害的时候 你知道怎么样在法律保护的最大范围内 去惩治和反击坏人 而不是你明明自己是受害者 最后呢却被坏人烦咬一口 彻底的寒了心 那这本书里面呢它收录了大量近年来的一些案件啊 像恩浩防事件 张玉环案啊 像什么代孕啊 网报的一些热点话题 就是你在读的过程中啊 你就是会更加深刻的去理解一些法律知识 也会打破你可能之前的一些成见 就是这一些知识呢 会在潜移默化中对你之后的生活 产生更多的保护 给你更多的力量 最后呢我引用书中的一句话啊 罗向老师说 生活永远比戏剧更加的荒诞和沉重 但是荒诞不是让我们绝望 而是让我们对生活资深更多的勇气和信心 根本应该绝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